第一个是 后学环境不允许 亲口无数 只能尽可能要求自己吃肉边菜 那后学这样做 万元方向应生 有机会可以找到国际吗 因为那个六组谈间的六组 他也都是开始吃方便菜 在那个猎人队里面 把菜系煮在那个锅锅里面 他也是看环境 环境假如说不允许的话 像那个密教 密宗 释迦牟尼佛也没有强迫他们述食 所以那个老妈跟仁波切 他们都有分食 他又吃粗的 那个佛允许他们吃 要先能够有身体存在才能够修到 能够修到才能够成就 才能够改变 所以只要尽心去做 可以的现象之下 就可以吃 你不要吃 那你自己照做 就没法吃 你就把吃那个 为了求生 那个还可以收得过去 自己衡量 好 好 好